我就坐在上面 铁皮夾袋的那个 我就在上面住了一年多 然后很多作品都是在那边写 那时候YouTube根本没人在用 那个频道我的点阅力 是六个人看 七个人看 那突然间我上了一些 那首歌然后有彰化 突然间变八万个人看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要开始拍戏 请大家把我们的艺人带去小器室 给他们狗腾花讲座 一声令下指挥剧组 坐在导演椅上紧盯着拍摄画面 这是黄明志的工作日常 除了电影 包括所有的歌曲MV 也都是自己包办 他的导演梦早在国小就萌芽 那时候我爸就为了支持朋友 就买了一台 因为他朋友代理那个电影 那时候就买了一台丢在家里面 我就看了那个很可惜嘛 我就拿来乱拍了 我爸也有拍一点东西 就是有没有好好运用它 然后我就拿来叫我弟 跟我妹在那边乱演 我就拍他们这样 比如说他是演 哪有某个国家的公主这样 然后说另外一个是坏人 然后就打他这样 然后我自己也进去演这样 然后就打他 打到他哭哭 然后就叫他不要停 然后就拍哭戏嘛 这样 那都是真的哭戏吗 真的哭戏 真情流露的 然后拍完了之后就被我的奶奶打 我说干嘛欺负他们 我说我在拍戏 然后就被打 上课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是学校吵架 我就拍他们吵架 就有那个有一点导演的行为 比如说我们去旅游啊 就叫他们拍呢 我就叫他们讲一些内容这样子 讲我们现在到了哪里什么 那个时候还没有流行vlog 所以我这样做是在那个时候是蛮 特别的 前卫的一件事情 是早期的vlog 我讲的是十几年前 1983年出生在马来西亚 家中排行老大的黄明志 下面有一个弟弟和妹妹 爸爸是歌唱老师 妈妈也爱唱歌 从小跟着爸妈唱卡拉OK 爱上音乐 但音乐之外的一切 都让爸妈头痛 非常顽皮 极度顽皮 就不听话 所以我到现在 我都还没有结婚生孩子 原因是我不敢去乱生 生了然后就报复我 就是 对啊 我会报应啊 对啊 因为我对我妈是 我不知道可能我妈前世 不知道欠谁 然后就被我报应在她身上 高速公路不是有休息站 只要我家里带我去旅行 一经过休息站 我一定会消失 我就会跑去马路上玩了乱跑这样 然后就让他们找我 不然就是带我去shopping mall 去买东西的时候 去超商什么 我一到我一定是躲起来 就让他们找我 我会躲在衣服里面 你知道个子很小嘛 就躲在衣服堆里面嘛 那你就躲在试衣间里面 让他们找不到我了 我不知道我小时候就是叛逆到 就是想要 人家叫我不要做的事情 我就偏要做了 就是跟我现在的创作 很有关系 就是人家叫我不要做的事情 我会想为什么不要做 你先告诉我为什么不要做 不要告诉我不要做 对我会去想这问题 然后我就去做这样 然后做了看看是不是你讲的这样 跟你讲的也没有一样这样 所以那个以前那个电文拍不是吗 所以我就开始就被电超多次了 对 你是自己拿手机碰的吗 然后我碰了之后 对我被电到了 那时候我就不相信说 就是我会痛 我就弄别人这样 就常会发生这种 就是那种弟弟妹妹哭啦 就不被整个家都跑来跑去被打这样 然后我也很熟悉要躲哪里这样 你肯定打到习惯了 对对对 然后知道哪一个动作 可以最快躲掉那个边这样 在表演比赛 我干到前面板的人 在歌唱比赛 我干到笑语歌声 在足球比赛 最佳keeper的身份 我这些学校更严重 我这些学校就 就常常在学校跟老师吵架这样 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 有导一些戏剧 做导演的 就是一些活动表演的一些戏剧什么 然后学校都会来盯我们彩排 然后我的内容很多是限制机的 可是你想一下高中 要演限制机的东西是有问题的 然后比如说叫那个男生穿内衣 在台上做一些人妖的行为 不然就是在演一些床戏 剧本的时候就老师就不给了嘛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改改改 就是骗他的 然后他就彩排要来看嘛 然后彩排我们都演另外一套 然后正式演出的时候 就是另外一套这样 怎么办 学生的没有办法 怎么办 爱然很爱他 调皮捣蛋之外 发泄不完的精力 他就拿来写歌 学生时代 耳机里最常听动力火车 阿渡 从国中开始创作 到高中已经累积了200多首歌曲 当时台湾是中文流行音乐的重镇 为了一元音乐梦 他选择到台湾念大学 所以那时候我在找各国的大学 要去选读的时候 我就看到台湾 这边学费比较没有那么高 然后而且我的学校 那时候我是名传大学 那时候我对外国人有优惠 有半价优惠 省钱嘛 而另外一个是 台湾这边可以打工 那时候我不想靠家里太多 我想到自己在那边 Google找到打工一边半工半读 那还有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台湾可以卖歌 因为我那时候写了一两百首歌 那我想到在台湾 这边是中文音乐的市场 就是你们所知道的 那些大的中的小的唱片公司 我都去过 就把我的demo阿 全部都寄去了 可是都没有人理我 之后我就想说 有问请教一些人 他们就说叫我针对性的创作 就是比如说某个公司 有某些艺人 比如说这家公司 有谁谁谁在里面 我就帮他写 特地针对性的 SHA那时候 动力火车 或者是阿杜 那时候阿杜很红 还有林俊杰那些 创作 那些半创作歌手 或者演唱类的歌手 我都有帮他们写歌的 都有投稿 可是都没有被选到 可是因为这样子的练习呢 让我有办法说 去打造 帮特地某个歌手 跟他合唱 所以你们看到我后来的作品 有跟很多人合唱 那那一刻唱的歌都蛮适合他 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有练过 就叔叔有练过 去住这极大的梦 且没想过 带可带 我只有五百 大家看看我以前的家 叫只有五百 我就住在机上面 铁皮夹带的那个 我就在上面住了一年多 然后很多作品 都是在那边写的 无奈来台湾面数六年 一首歌都卖不掉 但生活还是要过 大学时期 王明志打过十几份工 送过便当 在工地搬铁架 当过铁窗工人 还卖过鸡排 要怎样撑到最大片 这些你问我 对 很专业 这个是商业机密 我不要讲 对 不能讲 你要给我 你要给我钱做学徒 我才教哪 那时候我在做鸡排的时候 我还坐到店长去 老板很信任我 然后我还有一句比价 说哪里的地瓜粉 比较便宜这样 然后还去奇光大道 当幕后一位 对 就那时候是小胖老师 原本小胖老师 做评审 然后那时候还有小虎姐 在做评审 所以他们休息时间 我们录影不是有空档吗 他们走去哪里 我是好像跟屁虫一样 跟在后面 然后就拿我CD 还有黄远玲老师 这个是我的demo 这个是我的demo 他们也是有吓到说 你不是在那边拍VCR的吗 那时候我就拍VCR的 工读生 你不是拍VCR的 干嘛给我CD 我就听听看 就跟着小胖老师去厕所尿尿 然后我在他旁边 然后尿完了我就 尿完了 你给人家一张光点 就这样在旁边 这个小便池旁边就给他这样 男生就这样 那时候交朋友 那时候累积了三百多首歌 四百多首歌 没有人听过 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击 对一个创作人来说是 一个很自卑的 会影响到我们创作的信心 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我们的style 我们的定义 大声说出来 这就是麻婆的华语 2007年是黄明志的人生转列点 那年YouTube刚问世 黄明志也即将大学毕业 一直在音乐路上碰壁的他 正在思考 下一步要留在台湾 或是回马来西亚 随手把介绍家乡的歌 拍成MV上传YouTube 命运也从此改变 其实我一开始是想做幕后的 包括导演也是 导演跟词曲創作 我都想做幕后的 我自己出来唱是被逼 被逼下海的感觉 就是因为大家都没有 要买我的歌 我就只能自己唱 放网路自己拍MV这样 那时候YouTube 根本没人在用 就台湾人都不知道 什么是YouTube 我跟他们说YouTube 他们说 哦哦那个YouTube 是不是 连YouTube都念不出来 那时候就很不流行 然后我们就开始用 然后我用的目的 其实那时候也只是为了 要上传给我朋友看而已 因为我写了一首歌 有很多脏话 然后很搞笑 然后就在那边 马来西亚那边 我在台湾上传的 然后就很多马来西亚人 在那边传传传 就爆红了 然后我那个频道 其实我只是拿来注册 有一点像email这样 把我的作品放上去 然后把连接给朋友看 然后一些影片好笑 还有一些作业 那个频道 我的点阅率是六个人看 七个人看 最严重就是十二个人看 那突然间 我上了一些 因为那首歌 然后有脏话 突然间变八万个人看 你知道吗 你可以想象吗 就七个人看的东西 变八万个人看 你不会瞎眼跳吗 我瞎眼我就 蛤 我就 什么事情 好像发生什么事 整个世界变了这样 放弃和坚持一样 不简单 却也挺背叹自己的理想 或许不会有答案 或许都只是假象 也不再能有遗憾 尋规盗矩的歌 无人闻问 缩细开始百无禁忌的淘气 粉丝以倍数累积 还宏道开演唱会 一路走来 除了自己的才华和坚持 他最感谢的 是永远默默支持的父母 我觉得家里 对我的 我爸爸妈妈 就是他们对我的 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们没有限制我 甚至我出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们会挺我 其实我觉得很难 有父母可以做到这样 就那时候在 我的作品在网路上爆红的时候 就是在网路上很多 亲戚朋友都拿给他们看 你孩子最近那首歌很红 这样 他们 有啊有啊 他们看了他们也没有骂 他们都ok啊 所以我觉得家里的动力很重要 你知道吗 如果家里一直有人阻止你做事情 我觉得会限制到我们的想象力 跟创作力 当然如果他们限制我也不会听 可是重点是他们也没有限制我什么 当然后来出了很多问题 包括一些警察或者警方逮捕啊什么 他们会担心 会困造人他们的困扰 包括一些旁边三姑六婆在那边一直念 然后在那边酸他们 冷言冷语啊 他们是有困扰 可是他们都没有说 极力阻止我 说不要弄啊 没有 你们十多年来 挺着我的孩子 让他处处看到曙光 非常的感恩 我由衷地感谢你们 谢谢 希望大家继续 好 支持我们一次 好 哪怕也不重点点撞撞 坚持你的信仰 那一道书 就在前方 是 别人 你 就是